好 接着带您来到明里国小副社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 12号就前往了花莲市公所来参观 受到市长魏佳燕以及公所同仁们的热烈欢迎 那么其中呢 许多小朋友是第一次接触公部门 充满了好奇心的四处张望 而市长魏佳燕以及行政室主任顾影群 则全城市陪同小朋友 亲切的为小朋友来做解惑 明里国小副社幼儿园大班的16位小朋友 12号在老师们的带领下 前往了花莲市公所进行参观 受到市长魏佳燕及公所同仁们的热烈欢迎 而过程中行政室主任顾影群 则用活泼又浅显易懂的方式 向小朋友们介绍各客室的专责业务 公园谁盖的 市公所盖的 因为大家想要有一个公园 长颈鹿公园 猫头鹰公园 那我们是以城市游乐园为出发点 然后认识我们生活周边的社区 所以市公所是我们的范围之内 然后加上上回我们有接受市长 帮我们专送的那个悲龙摘天的组合灯笼 小朋友就觉得原来市长也可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他们很开心 也自己组合得非常好 所以他们就想要来感谢市长 刚好这次的社区踏踏的路线 就会经过市公所 所以就跟市公所这边做了接洽 许多小朋友是第一次接触公部门 充满好奇心的实处张望 而市长为家宴除了全程陪同 也亲切的为小朋友们来做解惑 更邀请他们走进市长室 让小朋友们对市政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我想到机关参观的时间 其实很少有机会 那让孩子们可以了解到 每一个机关的所属的一个业务状况 那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也跟孩子们其实介绍的也不亦乐乎 也希望说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学校 都可以来到公所做一个参观 那也可以让所有的机关 所有的主管单位 让孩子们能够了解到 每一个科室所属的业务范围 最后市长为家宴也准备 使用的铅笔组作为礼物 赠送给每一位小朋友 让他们都爱不释手 纷纷用稚嫩的声音 大声说出谢谢市长哥哥 让活动在欢乐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记者徐立芹 华林斯报导